現在進階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而政府對此也推動長照2.0的政策 為了讓更多長輩了解長照2.0的政策及福利 行政院中部辦公室日全於石川社區內 舉辦長照2.0說明會 現場來了許多長輩們一同聆聽 先議員林永宏表示 希望藉由說明會 讓更多長輩了解政策的內容 今天我們行政於東北辦公室 來在我們九川社區 來基盤長照2.0的水平費 長照2.0的主要目的在哪裡呢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事大 人口的老化已經很嚴重了 有很多事大 今天事實在外面打拼 或是說我們的事大 行動不方便頂頂 所以我們就長照2.0的貼責 可以讓我們事大在家裡 安養 可以好好地享受長照2.0的好處 而長照政策的推動 更讓許多社區活絡起來 石川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簡淑華感謝政府對於長輩們的關心以及照顧 感謝政府推行長照2.0 讓社區的居民還有一些老人 真的受益的非常的多 像我們做社區祭典這邊 原本 不過他們一來的時候 精神都不是很好 但是因為長照2.0的照顧 對社區這邊有很多的資源 可以幫助我們 很順利地在推展 所以他們在這邊 越來越來越快樂 每一個禮拜都是在等 等等等 趕快到趕快到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感謝政府的美意 時代的變遷 老年人口的增加 台灣漸漸邁入高齡化社會 對此政府也推動長照2.0的政策 希望藉此來照顧長輩們 先以為李永宏希望透過說明會 能夠讓長輩們淺顯易懂政策內容 並受到應有的照顧 記者陳偉一 草屯採訪報導